前高雄市议员陈汉生呢 因为贪犯纠纷啊 他要跑去本来是要瞧事情的 没想到跟另外一位先生呢 这个发生了肢体冲突 那么据了解 不晓得是不是喝多了一点还是怎么样啊 这个前议员呢 竟然把人家对方这个先生绊倒了 还压在人家身上 冒头猛亲了十几下 搞得这位先生相当的不满 被前议文给狼文啊 他说自己身心受到了创伤 因此提告法院审理之后呢 判前议员陈汉生要赔偿 这位先生十五万元的抚慰金 他把我架拐子 然后我躺下以后 他又这样一直亲我 抱住我的头 一直亲一亲 即使已经是隔音人 霍先生回想起遭前议员朗吻的情况 仍然觉得很恶心 都是头嘴 整个脸 整个脸部 包括耳朵他也没有放过 我都一直亲 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的 肮脏啊 时间推回去年三月 前议员陈汉生为了摊贩 与环保人员起争执 当时围观的郭先生 也和陈汉生扭打 郭先生多处受伤 但他更气的是 陈汉生抱着他的头猛轻 愤而提告 法院判陈汉生要赔偿十五万 他在那个人 我亲他干什么 他躺在地上 一直都会打滚 一直不起来 我说 你是表演算的啦 他打滚他的脸 他的脸一直碰到我的嘴 你知道吗 那我亲他干什么啦 遭控郎吻被判 陈汉生大声喊冤 还说是对方的脸来碰他的嘴 他不服判决 要再提上诉 中天新闻林建彦包经营 高雄报道